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耀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第52题 因为52跟53是一个题主 那这边我先讲52 那今天有个链接你们可以点进去53座观看 他这一题说 美国国家航太即太空总署发射好奇号的火星探测车 于2012年8月成功降落在火星的雨池坑 火星一直是人类太空探测的重点目标 期望好奇号的火星之旅 能凭借着先进的科学仪器的探索 获得解答生命疑问的线索 好 这个讲得非常文言 但是不影响他下面题目的作答 他题目讲的说 下列有关于探测火星的虚处下列何者正确 那这一题我在判断选项的时候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下去做判断 判断这个选项是对的还是错的 好 那A选项 它说火星与月球一样是地球的卫星 是目前看起来最适合人类移居的星体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火星是行星 月球是卫星 卫星是绕着行星转的 月球绕着我们地球转是卫星 但是火星它是绕着恒星转 所以它是行星 好 所以这个选项就错啦 好 那接下来呢 那B选项它说火星是太阳系中 最临近地球且叫地球靠近太阳的行星 因此有可能存在生命 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大家如果背过我们的这个八大行星它的顺序 大家应该知道 第一个是我们的太阳 第二个是水星 金星 地球 欸 下一颗是什么 火星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木星 再来旁边看到有环的 所以这颗是什么 对 就土星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天王星 再来最后是我们的海王星 欸 所以如果从距离来看 谁 离太阳比较远 火星嘛 对不对 地球反而还比较近 所以这个选项就错啦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C选项 好 C选项呢 它说火星与地球一样 具有相同的绕日周期 因此具有相似的季节变化 大概可以看得出 火星跟地球呢 它绕行太阳的轨道是不一样的喔 所以它的绕日周期也不会一样喔 好 所以这个选项就错啦 好 那接下来出选项 它说火星与地球一样 具有卫星 因此具有相似的昼夜变化 欸 大家知道 昼夜变化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自转喔 你有自转才会造成我们的 日夜交替交换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有没有卫星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喔 卫星会影响什么 你的潮系嘛 对不对 地球就是因为我们月球在旁边绕 所以它会有一个潮起 潮落 有一个潮差 会有潮系的现象出现 好 那接下来一选项 它说火星绕日的轨道 为椭圆形公转一圈的时间 大于地球上一年 没错喔 在我们这个八大行星里面 离太阳越远的它的绕行 一圈绕行太阳一圈的时间 就会越长 好 那每一颗行星 它绕行的轨道 全部都会是椭圆形的 所以这个答案 就是一选项 大家不知道答对了吗 如果大家不懂 我刚刚讲的卫星 行星 恒星 它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还有什么 类目行星 类地行星 这是什么 不知道的话 大家就可以点进去 底下这个连结做观看喔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讲讲 这个题组的五三集 属于物理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点进去看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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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